眼前这个体态丰满的女子就是插足者小陈 坐在她对面的男子则是她的男友小刘 旁边这位穿黑色衣服的女人就是男子小刘的妻子小王 他们之间的故事到底有着怎样的爱恨情仇呢? 原来小陈和小刘是在网上认识的 当时小刘说她自己是单身 于是两个人就通过网络进入了热恋 从相知相识到同居在一起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小陈就怀上了小刘的孩子 这时候小刘才跟小陈说了实话 说自己正在和老婆办理着离婚手续 细以为真的小陈心甘情愿地为小刘打掉了腹中的孩子 短短一年时间这个小陈就已经打掉了两个孩子 现在已经是第三个了 小刘说她已经给小陈说过 我做牛做马也会对她好的 此时的男友小刘表示 她现在是左右为难 因为两头的女人都在逼她 在她内心一直都想着与陆君瞻地对待妻子和情人 这两个人没有办过任何手续 出车祸已经去世了 只剩下自己和女儿相依为命 所以她就打算找一个男人一起重新组合在一起过日子 谁知竟找到了一个有妇之夫 听到小刘想让她暂时剩下腹中的孩子她就开始反驳 直言自己现在就是阿哥受害者 自己的一个女儿已经没有了父亲 不可能再生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 可是小陈肚子越来越大 已经等不及了 小陈说孩子生出来之前肯定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小陈说你这是做梦吧 生出来我一个人养活两个孩子 我的脑子没有毛病 小陈担心自己会被抛弃 到时候自己又得再带一个孩子 这是根本接受不了的 小刘一而再地向她保证孩子出生之前 事情一定会处理好的 当问及如果你现在的老婆不同意怎么办 小陈这时候在一旁说道 只要给她丧失万块钱就可以了 而且是马上给钱马上就会同意离婚 这个女人就是喜欢钱 三四万就可以把她搞定 为什么小陈会这样说呢 这其中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原来小陈已经和小刘的妻子小王见过面 而且还打过好几次架 每次都是只要是小刘不回到她的身边 她就会找找小刘去打她 这个小陈还真是牛逼得很 明明是自己插足了别人的家庭 现在这么理直气壮 她的话让调解员也感觉到后背发凉 小陈直言只要她离了我就愿意和她结婚 可是关键问题是小刘现在还没有离婚呀 这时候小陈拿出一份协议 协议书上的大概内容就是 如果小刘不离婚跟她结婚的话 她就打掉腹中的孩子 并且小刘要支付三万零六百块钱给她作为补偿 从此两不相欠各奔东西 这难道是真的吗 小刘说当时自己离不了婚 小陈说她愿意等小刘三年 调解员问那你让人家怀孕干嘛呀 小刘却说这是两个人心甘情愿的事情 就在这时候小陈爆出了一个关于小刘家天大的秘密 小陈把调解员拉到门外说出了这个秘密 小刘家现在的女儿是领养来的孩子 她老婆不会生 而且她的老婆在外边有很多男人 小刘根本管不住自己的妻子 小陈继续说道 作为一个男人孩子肯定是想要自己的 所以小刘生活得很委屈 两边左右为难 这时候调解员才知道 小刘为什么会说她自己是左右为难了 她的妻子不能生育 所以夫妻二人就领养了一个女儿 现在小孩已经十多岁了 小刘说她自己心里其实是很苦的 你就是心里再苦也不应该在外边偷情 还让第三者怀孕呀 小刘竟然说这不是婚爱情 她和小陈之间是朋友 我们两个人是相爱的 难道一句所谓的爱就能超越道德的底线吗 这时候小陈开始帮着小刘说话了 更是爆出了一个更大的重磅炸弹 她说小陈活得很憋屈 自己的妻子在外边有很多的男人 他是一点都管不住 他没有管住老婆的这个本事 那小陈为什么不管自己的妻子 这样给自己戴无数顶绿帽子呢 没想到小陈竟然说他管不着 小陈他老婆有一个很要好的情人 一直护着他 小陈让妻子和自己离婚 和那个情人在一起 自己实在是受不了这样的痛苦折磨 这小刘夫妻开始了不顾家庭各自玩各自的 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呀 口说无凭 那究竟事情是不是如他们所说的真是这个样子呢 这时候小刘拿出电话 给妻子的出轨对象拨打了过去 调解员拿起电话就直接问道 你是不是一直和小刘的老婆在一起呀 没想到这个出轨说 这都是好几年了 他一直就只听我的 他要是愿意跟我成家 我肯定会跟他一起生活过日子的 当调解员问你们 现在是不是在一起呀 这位出轨对象说他身边的男人多了 经常在外边过夜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了 真的是刷新了调解员的认知 这时候小刘向小陈说出了自己的承诺 即使我离不了婚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哪怕我坐牢也是心甘情愿 可现在的事实是现在离不了婚 孩子生出来怎么办 小陈哭着来了一句 只要给我付福养肺就行了 孩子我自己带 小刘也曾经给小陈说过 拿出三万他就可以和自己的妻子离婚 小陈说子哪怕出去磕头捣算地去借也愿意 看到小陈这样的承诺 小刘的内心一阵欢喜 然后他们决定 然后他们决定让调解员打电话给妻子小王 调解员拨通了小刘妻子小王的电话 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老公在外边有人 小王说自己知道这件事 是这个小陈不放过自己的丈夫小王 随即调解员叫这个小王过来当面谈 经过半个小时的电话沟通 这位小王坚决要求去他的家里谈 所以调解员带着这两个人一起来到了小刘的家 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又让调解员大吃一惊 妻子小王说道 你现在就给我钱 给了钱马上就和你离婚 小王说丈夫小刘整天逼着他离婚 小王说的怎么和小刘说的有这么大的出入呢 从妻子小王的口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 他是被丈夫和这位第三者逼迫的 那丈夫小刘又会怎么说呢 还没有等小刘说话 此时的小陈作为单三者气宴十分嚣张 对小王展开了言语间的挑衅 这时候话还没有说几句 妻子小王就向着屋外走去 小陈紧紧地跟了上去 这时候的丈夫小刘又提起了妻子出轨的行为 妻子就开始反驳了起来 你说我跟别的男人在床上睡觉 你抓住过没有呀 你要是说我在外边有很多男人 你就来抓我的现行好了 小王说丈夫小刘好几个月不在家 就和这个第三者生活在一起 小陈也不甘示弱 说就是你来抓住 我们也不怕 有本事你来抓呀 插足者把这件事做到这个份上 真是世间插足者第一人呀 调解员听到这样的说法 也感到愤怒 人家两口子可是法律认可的夫妻呀 小陈此时又把矛头对准了 妻子小王 说他就是睡一百个男人 也怀不孩子 听到这话 调解员的怒气彻底爆表了 你作为第三者还这么的理直气壮 你们做的这个事觉得很光彩吗 就在这个时候 妻子小王的老爸和弟弟来到了家里 弟弟见小陈目中无人 就问上次在派出所的事解决了没有 小陈说是小刘不愿意 让他去打掉腹中的孩子 调解员和小王的弟弟都在质问小刘 为什么不按照当初的协议执行 那份协议是三方到派出所调解过的 协议书上面明确写着 丈夫小刘愿意支付一笔钱 给小陈去把孩子打掉 从此两人在无瓜葛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妻子小王究竟有没有 他们说的在外边有很多男人呢 这时候小王的父亲也听不下去了 竟敢这样诋毁自己的女儿 于是调解员再次拨通了那个男人的电话 对方承认他和小刘的老婆小王 已经有三四年的关系了 这个是小刘是知道的 而且小王在外边还有别的男人 这都是大家一清二楚的 看来事情已经很明白了 妻子小王确实有这样的行为 小刘说那个男人把离婚证都给他看过 可是小王却坚称对方并没有离婚 这个家是再怎么了 夫妻俩人看来都是半斤八两 这时候的丈夫小刘说话更有底气了 小舅子气愤地问道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事告诉家里一起解决呢 小刘说只想把这些事窝在自己心里 还说是为了爱面子 这家都没有了 还要什么面子呢 尽管家人对两人失望透顶 但是还说能够劝和他们 重新回归自己的家庭 毕竟十几年的夫妻感情了 调解员问道 妻子说只要他们两个能断掉 我就能断掉外边的男人 妻子小王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小陈说小刘没钱 给他急必须要跟他在一起 否则就要让小刘去吃牢饭 小刘却说只要是孩子生出来 我心甘情愿去坐牢 就在这时小刘的父亲赶了过来 妻子小王气愤地提出了离婚 刚说得好好的要夫妻和好 所以调解员给出了建议 不要离婚 小刘给小陈三万零六百块钱彻底断掉 听到调解员不帮自己 小陈顿时就慌了 他还理直气壮地说要去法院告小刘 在一旁亲戚的态度一致要求小刘回归自己的家庭 和小陈彻底地断掉关系 而小刘给出的回答让众人大失所望 他是铁了心要跟这个小陈在一起 面对着这样的结局 小王说只能到法院起诉了 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不欢而散 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呢